这个窗帘是一半沙一半布 白天放下来 白天放下来就不会水 里面太过的暗 然后能够透光 这个窗帘是一半沙一半布 白天放下来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家里太过的暗 因为就是还有光线进来 那么放窗帘在这个华人习俗是非常好的 就是窗帘窗帘幸福连连哦 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那么这个窗帘又想透光 又外面看不进 也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厚的纱布 这个厚的纱布是后面看不进来 但里面又透光了 个人觉得是很不错 嗯 那么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是纹网 这个也是这个 然后隐私的纹网 那上面是金刚网 下面是这个fiber 那么别人就看不进来 然后这个当而又通风 又能看到外面的白云蓝天 至于房间的窗帘也是一半纱一半布 是透光的窗帘 那么如果是有睡觉的习惯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片的位 就是和纱的位置一样 这样的话把小片的拉过来 那么房间的光就会比较的暗 就比较的好睡 然后就是说这个后面这一片 为什么会这么短呢 是因为这个宽峰的布做了前面之后 有多的布就做这个后面这片短的 那么睡午假的时候 光线就比较不会进来房间 那么房间 其实房间采光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房间光线要好 房间的光线必须要好 所以压开来 让窗帘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样拉开来 你看这样这样的话 就可能就会没有隐私 没有隐私 别人看得近 那么如果又要透光 又要隐私的话 可能觉得这个一半纱一半布 是挺好用的 就是又有隐私 又能够进光 这个后面这片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如果呢 是需要做全片的也可以 如果有预算的话 就直接做长的 就是到时你需要用长的 用短的都可以 或者是一半要接纱 也可以后面这一片 就看个人的喜欢 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是在公寓呢 有楼的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就是比后面比较高的层 还是看得近 还是看得近来 所以就后面这一片 其实是还有一些功能 真的需要非常的隐私的话 就可以把这一片拉上 就这样 那么光线 还是会有光线进来的这个房间 那么选这个窗帘的时候 这个其实这个布是backup的 但是因为它是浅色 因为是浅色 所以当背后有光的时候呢 还是会看到有光线的这个影子 如果是不要看到有这个光线的影子的话 可以选择深色 就不会看到有一个 一个这样子光线的格子 光线透 看到那个光的影而已 就会看到有光线的影子